Dominick為揚應軍 總統 或者是我的孩子成律師 醫生 大科學家 這就是成功了 就是成才了 或者是有家長的認爲 我的孩子 如果他能夠成爲教師 成爲會計師 成爲藥劑 就可以了 还有的家长说 只要我的孩子有稳定的工作 有幸福的家庭 那么我就觉得他成才了 他成功了 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讲 培养孩子都离不开 培养孩子的情商 大家也看到了 屏幕上写的 一个人的成功 不只取决于他的智力因素 更重要的取决于他的品德 修养等非智力因素 我们不想要一个 我们有很多精英 很多华人的精英 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我们有很多精英 但是很多精英的孩子 他们毕业以后 是不是都能坚持下去 是不是 因为我们有很多例子 我会举一下 也就是说 情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很多孩子 我一会儿再讲 就是 教育是一个非常坚决的任务 不是光是几位 就是几个家长的问题 几个教室的问题 也是大家所有 大家共同努力的问题 是吧 哈佛大学教授 丹尼尔·伍尔曼表示 情商是决定人成功以否的关键 为什么我们说是关键 我们可以来看 情商包括哪几个部分 一个是了解自身的情绪 认识自我 在论语里边 在我们古代的论说里边 也谈到了做人 做人的问题 怎么样才有健康的情商 使孩子成功 是吧 那个还有控制情绪 还有自我激励 认知他人的情绪 处理人际关系 这些都是情商包括的内容 大家想一想 在自己的生活中 在自己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孩子在 在自己成功 或有优缺点的时候 你怎么样对待他 是吧 认识自我呢 就是经常自我反省 从不同的角度 了解和认识自己 客观地评价自己 具有自知之明 为自己正确定位 按我的能力 我主要是想学教育 那我一定要上 那个名牌大学 去考一个电子学吗 不是 也是要了解自己 正确地了解自己 还有自己的优缺点 如果孩子不了解 自己的优缺点的话 还有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兴趣 那么他可能不会 真正的就是处理一些好的 就是处理好问题 是吧 还有控制情绪 在任何情况下 做到冷静 行为理智 能够抑制自己的冲动 和欲望 我们经常讲到 孩子生气了 发脾气 或者家长 在家里 有发脾气的现象 或吵架的现象 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情绪 会 我们有很多例子 因为我们在学校中 有些孩子 由于家长 打架 吵架 或者家长失业 情绪低落 影响孩子第二天上学 他就不好好学习 是不是 所以 控制情绪 是非常重要的 不只是 教育孩子自己 我们本身呢 还有自我激励 自我激励表示什么 就是要树立理想 要不怕困难 我想要上好的大学 上好的高中 那么我怎么样去努力 而不是说 拿到一个坏分数 就没有信心了 要自我激励 要有自觉主动的 要有工作热情 要吃苦耐劳 不畏失败 先认不拔 吃这一口 在生活中 可能我们都有这种情况 大家想一想 我也想和那个 我们的 就是听众啊 互动一下 你们可以说一下 你们什么时候 就是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几个问题 就是认识自我 我哪一方面 这方面做得不够的时候 就会 就是 不会把 那个学习做好 或者是控制情绪 会不会 不该打架 可以控制自己的时候 控制不了自己 因为在论语里边 我们现在不谈 哈佛这个专家说的 论语孔子说 是吧 即所不欲 勿失于人 是不是 也就是说 还有呢 就是说自我激励 刚才讲的是 认知他人情绪 就都是 就是我们 如何控制自己情绪 要控制自己 怎么样能够理智地做事情 是不是 还要在学校里 在社会上 怎么样理智地做事情 家庭关系 处理家庭关系上 是吧 认知他人的情绪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 是吧 我们要尊重对方 要舍身处义的 被人 为人也想 一个孩子 我们有很多优秀的孩子 对父母也很尊重 但也有少数的孩子 他即使从 名牌大学毕业了以后 和父母的关系 并不是太好 或者疏远 那么他有没有感恩之心 我父母把我培养到这个时候 我应该怎么样尊重父母呢 这是教育的一个根本问题 不然的话 父母会是很伤心的 你们自己想一想 如果你是那一位父母 你是不是很伤心 大家坐在这 一次一次地听讲座 帮助孩子进步 然后孩子没有 连表示孝顺 或者是对 就是也不和父母沟通 那个长久不和孩子 和自己的父母交流 这些都是大家需要 要想的问题 处理人际关系呢 就是在学校中 在学校中能够 在学校中或在工作单位里 能够善于与人沟通合作 处理复杂的人事关系 这就是很重要的问题 是不是 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处理关系 很多孩子为什么能上了 名牌大学和高中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履历里 写上他们参加了很多 社会组织就是来做社工 是吧 就是自动地为社区服务 community services is very important 所以呢就是说你能够为别人想 可以做很多事情 在church里边 在那个在那个一些单位里边 可以帮助别人做很多事情 这些呢在申请大学的时候 是要求的 不是只看学习成绩 大家都很都很清楚这一点 是不是 在写自己的那个申请书的时候 不是光说我的物理多好 我参加了什么课 参加了什么club 还有一个为社区服务的 这些服务项目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试问每天我们在与孩子沟通中 不是都涉及到情商吗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是吧 我们要帮助孩子树立理想 培养他们乐观向上的心态 不是很轻易的放弃 我们要培养孩子的意志力 虽然我讲的有些是相关联的 但是大家都想想 我讲的各方面都有各方面的特点 要培养孩子的意志力 要有强的意志 我那时候在学校里 不管是从对华人孩子 还是其他孩子讲 一放弃不来上学 不做功课了 You have to have a strong will power 你的意志力 你有没有强的意志力 不管我们将来是要考名牌大学 还是高中 还是我们将来要成为成功的人 不管我们将来是做一个 就是不上名牌大学 能坚持把大学读完 拿一个好的专业 有一个好的工作 需要不需要意志力 而且每个人都会在生活中碰到困难 这些大家都应该要考虑 教育还要自我保护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问题 学会自我保护 也就是你自己要掌握 自己在什么地位 自己是什么样的地位 我和我周围人的关系怎么搞好 或者是我自己怎么样警惕一些危险的现象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要遵纪手法 还要培养孩子 以其他学生老师沟通的能力 教育孩子要有爱心 很多孩子他如果没有爱心的话 可能你现在就想着 我的孩子只要考上哈佛就行了 是 还有我的孩子只要考上哥伦比亚就行了 我们现在想要 这是一个想法 但是你自己要考虑到 教育孩子怎么样 让他有感动之恩 像我刚才提的 还有教育孩子刻苦努力地学习专业知识 是吧 那个我现在呢 举几个例子 我想让家长回答我 有一个孩子 新一名孩子 刚到我们学校 两三年 毕业了 第一名毕业 新一名学生啊 他英文不是太好 说话还有点口音呢 考上哥伦比亚大学 为什么呢 大家能不能讲一讲 有什么原因呢 大家讲一讲 有什么原因他能考上哥伦比亚大学 英文还讲得不是太好的时候 大家都太腼腆了 不讲话 我告诉你们吧 一个是孩子学习很努力 还有就是家长 我不是说每一个家长都要这样做啊 在十年级到十一年级的暑假 陪着女儿背单词 把自己的房子减小到一个小的一间房间 只是一个母亲在陪她 是吧 背一天背六十个单词 然后学习 她自己本身学习又很努力 她母亲也帮她学习 最后 考上了 那个 当然她的SAT就考得很高分 所以就上了 和伦比亚大学 我不是说每个家长都这样 因为我知道很多家长工作很忙 是吧 但是你的关心 你的沟通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学生 他也是新一名学生 我现在讲的还都是双语学生啊 新一名还不是在这里出生的啊 出生的孩子 当然英文更好 更有优越性了 还有一个新一名学生 也就是来了四年 是吧 然后他也是平常 不爱说话 我们很多那个华业孩子是不太爱说话 但有很多孩子 我们不能刻板 有刻板印象 孩子有些也很活跃的啊 那个 就是他不爱说话 那么他就 但是他呢 也是学习非常好 门工科都好 为什么这个孩子最后考上了 麻省理工学院 新一名学生 才来几年 有一方面 是因为他的母亲 虽然英文不是太好 从他上高一开始 就参加那个家长会 每一次都来 关心学校 关心学校的情况 关心学生如何 就像你们一样啊 这么关心自己的子女 那个就是 非常关心孩子的 那个就是进步 学习的情况 所以呢 每一次来 我那时候我还给他翻译 每一次都来 我都给他翻译 那个 虽然他英文不是太好 但是他也不自卑 我为了帮助孩子 我就每一次都参加 PTA meeting 而且在理事会上 这个呢 就表示了 家长对孩子的关心 这是很重要的 很多家长 如果对这一方面 不重视的话 不了解孩子 是吧 不了解孩子在学校里 什么 在做什么 我现在还要举几个例子 不是太positive的例子 但是我也要讲一讲 我认识有的孩子 考上了双百 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 第一个学期 就不愿意去上 家长去找他 藏在大衣柜里 为什么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呢 总是有各种原因 还有一位学生 是我的原来我的 原来一个高中的一个 他还是我的上司 他的儿子 他们孩子 学习都很好 上了哈佛 考上了哈佛 后来第一年 就 Nervous Breakdown 脑子就是 就是那种 有点崩溃那样的 就一直在餐馆 没有再去上好的大学了 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呢 这些都说明 情商是非常重要的 你怎么样 从小就一 是鼓励孩子能够克服困难 面对困难的时候 能够乐观 而且要注意孩子的 特长和孩子的能力 他有能力考上哈佛 但他的兴趣是什么呢 可能他的兴趣 并不是他一定要这么样学 像有的孩子 我也是 我现在有五个孙子孙女 我有一个孙子 我的三个孩子都已经长大 都成人了 也都毕业了 都有博士硕士 我的 现在 我就是教育我的 我的那个孩子们 怎么样教育他们的孩子 要 要重视孩子的兴趣 不是说一定逼着孩子去弹钢琴 弹那呀 我真烦 我还看见online有一个故事讲到 有一位家长 就是拼命地让孩子拉提琴 结果那孩子最后长大了 就和家长讲 我在童年的时候 有很多我喜欢干的事情 没有帮我 没有培养我去做 只是让我弹钢琴 拉提琴 就是你要了解孩子的兴趣和心理 这又要谈到情商和心理 关心孩子的心理活动 不要让孩子觉得自己压力很大 而失去对学习的信心 所以刚才我谈到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要要根据孩子的能力和 因才施教 是吧 因才施教 而且要了解孩子在想什么 我现在在提议 提议家长应该怎么做 像刚才已经谈到一些事情了 首先是沟通 我们要了解孩子的兴趣爱好 我刚才已经谈到了 要了解在学校的课外表现 课外和校内的表现 要和孩子的老师和心理辅导老师 互通往来 你必须要和guidance counselors聊 来回 就是就是有些沟通 是吧 要和counselor 大家可能对那个心理辅导老师的英文名称不是太熟悉 有的家长 guidance counselor 有很多学校 可能我们家长 如果英文不是太好的话 有些学校有双语的心理辅导老师 有的学校呢 就是英文的 但是有家长联络员可以帮你帮你翻译 还有呢 就是说 我们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和权利 就是用那个沟通的方法来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 要让他们心情愉快 身心健康 这是我的主要的 主要的那个那个观点 关心 我刚才说沟通了 沟通不比 不等于是完全的关心 是吧 关心呢 关心呢 就是说孩子感到父母的爱 是吧 家庭的温暖 精神上受到安慰 也就是孩子特别冷了 没人管我 我穿得那么薄 或者是我早饭就吃不上 爸爸妈妈都没给我留出来 或者怎么样 这个都是可能发生的 也是有时候父母是 不是有意的 有时候父母太忙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把三个孩子培养大 有时候也是 急急忙忙去上班 有时候就没有顾上 这都是发生在我们实际生活中的问题 但是尽量的要关心孩子的温暖 是吧 那个 但是主要还是他的 他的心情 他的情绪 你怎么关心他 有的孩子可能到高中 交男女朋友了 你怎么样正确的引导 而不是打他一顿 骂他一顿 我们不要打骂孩子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是不是 绝对不好的 是不是 要 同他们 通情达理 耐心的 讲解 是吧 还有鼓励呢 就是说孩子 经常有时候孩子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要谈到鼓励 所以我这几个 沟通 关心 鼓励 还有一个就是表扬 鼓励呢 就是一般就是 就是在困难的时候 要鼓励他们 要看到光明 表扬呢 要 让孩子 更有热情 我做得好 我爸妈妈表扬我了 那我就要更好的努力 但是表扬不要过分啊 表扬太过分也不行啊 什么都 你好你好 这个也好 那个也好 都表扬平了 他就 没有价值了 是吧 就是说 适当的表扬 应该鼓励表扬的时候 是非常重要的 我下边讲了 刚才讲了 父母要做的事情 沟通 关心 鼓励表扬 现在呢 我们要讲讲 父母要以身作则 当然我们教育工作者 也要以身作则 我自己作为母亲 也要以身作则 自己怎么样对待一切事物 要提高自己的素养 不要动不动就发脾气 夫妻之间 父母之间的 父母之间的互相谦让 互相关心和宾宾有礼 势必给孩子带来好的影响 因为我知道太多的例子 在我们学校 在各个学校 父母如果经常吵架 如果是和平离婚 问题不太大 因为刚才我也听到 有的单亲父母 能够把孩子培养得很好 但是 整天吵架 而且离婚了以后 父母不关心孩子 那么这样的孩子 一般都学习 没有成绩上不去 灰心丧气 因为他受到了 他的情绪 他的感情受到了影响 但是也有很多单亲父母 很成功的 我现在不是说 没有成功的 因为我们现在不能控制 一些婚姻方面的问题 是吧 还有 父母要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我刚才讲的 我为什么今天是 因为是家长的会 所以我要讲这些事 这些事不能小看 如果一个父亲 整天在凶酒 或者整天抽的 满屋子都是烟 孩子怎么做功课呀 是不是 咱们说实话的 我并不是批评有些家长 但是你如果为了孩子 能不能克服一下呢 是不是 在外面抽烟啊 或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考虑的这些问题 你们同意吗 同意 OK 也就是说要有好的学习环境 OK 我还要快点 在 还有呢 在学习压力下 要做抬模 也就是父母 自己就要面对 困难 困难 而不怕困难 因为我们每个家长 生活中都要碰到困难 经济上的困难 工作上的困难 甚至失业 这各方面 你们能不能自己 比较坚强的对待 当然我现在不能说 我现在在教育家长 你一定怎么怎么做 我们尽量 我们尽力而为 为了我们的后代 好不好 同意吧 OK 还有呢 就是要听取孩子的意见 欲人欲得 通过言行来懂得 怎样待人处事 这个我不多讲 因为大家都很明白 应该怎么样的 欲人欲得 通过言传身教教育孩子 要懂得正确的 待人处事 拥有好的品质 而不是去骗人 去损人利己 这些 我相信没有一个家长 想让自己的孩子这样 有很多学者 谈到了情商和道德 不是一回事 但是我呢 因为我今天是代表我个人 我认为 是有紧密关联的 如同 丹尼尔高尔曼 少了一个儿子 他是哈佛的教授 是专门研究情商的 他谈到了 情商和人的道德 就是有紧密的联系 这个 Emotional Intelligence EQ这本书里面 谈到了这边 我们可以谈到 比如说我们知道 冲动是情绪的媒介 任何冲动归根到底 就是感觉强烈 习以化为行动 无法克制冲动的人 往往便是道德实践上的弱者 像一些 咱们不说小 坏的习惯 抽烟喝酒 赌博 或者一些 不良行为 其他的不良行为 或甚至不好的 不道德行为 都是因为自己 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环境 控制自己的行为 是吧 所以我们教育孩子 如果不教育这一点 你不管你上哪个大学高中 将来怎么样成功 大家要考虑考虑 是吧 所以呢 说还有怎么样感受 其他人的感觉 是吧 你怎么样理解别人 我现在因为只有一分钟了 所以我现在呢 就是 就用一分钟来简单地讲讲 双语教育 我刚才已经讲了 希望大家 能够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 关心孩子的成长 他们身心健康 这是我们 不管是考哪个大学 考哪个高中 应该记在心里的 双语教育的 那个 我就讲一个课题 双语经营 我不多讲了 因为在那个 在这本 教育特康里吧 你可以找到这篇文章 也就是说 双语经营是 是最近 现在22周 教育部长前两天 刚刚表扬了几个州长 也就是说 11年 2011年双语经营刚刚出来 一个州刚实行 现在有22个州已经实行了 双语经营 教育部长表扬了几个州长 因为开始展开这个 就是鼓励 你们可以读这个 我就不多讲了 因为我就半分钟了 鼓励孩子们 获得双语经营 我的孩子们 都有博士和硕士学位 但是他们的中文是我的错 他们读和写不是太好 他们会说 他们在美国长大的 是吧 为什么 没有培养好 可能是因为 我没有客观理由啊 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找客观理由 不配上孩子的双语 在双语方面 那个能够做得优秀啊 那个你们可以读那本书 因为在那本书里 双语经营那本书里 我写了 就基本上也栽自 栽自那边 那本书里的内容 我现在由于时间到了 我只好说 跟大家说再见 谢谢大家能够耐心的听我讲 好 谢谢大家 谢谢